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杭克尔的鼻子都气歪了 他觉得宗雄就是故意的 甚至于他都觉得是这家伙 放走了那一帮子危险的暴徒 然后在这又把责任的全部 推给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 宗雄是懵逼的呀 没这个人 开什么玩笑啊 明明就是这家伙策划了整个行动 自己核实的时候 也的确发现了 他那简历声啊 有点毛病 怎么着现在就没这个人了 杭克尔盯着宗雄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呀 老大 我真不知道 的确就是乌凡这个人 你得相信我呀 声音都在颤抖的宗雄 说到这的时候 他突然想起来 李高楼那伪装术 到底有多可怕 所以说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也就是说自己看到的那吴凡 都是伪装的 念头及此 宗雄感受到的 不再是绝望 而是恐惧呀 对于这一切都无法形容的恐惧 与此同时 袁天龙妇女再次经过了一夜无比焦急的等待 太阳升起的时候 天影集团的王者争霸赛 可真就要开始了 可是作为东南亚地下霸主 现在啊 袁天龙的选手依旧没来 或者说他根本就找不到了 大概现在就只有老天爷才知道 那李高楼到底去了什么地方 袁燕燕就站在旁边表情也相当复杂 他此时完全可以理解自己父亲的心情 父亲 我们还去参加比赛吗 之前阿尔法打算将自己父女置之死地 这次的王者争霸赛 就是跟他复仇的绝佳机会 可是呢 本来他们认为最完美的计划 现在成这幅模样 走吧 去看看 这笔账不能不算 重新站起身来 袁天龙恢复了地下王者该有的气势 就算是没办法通过王者争霸赛 明目张胆的在明面上 给予阿尔法该有的打击 那这件事也不能就这么完了 阿尔法他一定得收拾 就这样 妇女两个人带着人 朝比赛开始的地方而去 这地方的名字叫哈尔顿会场 今天的哈尔顿会场 前所未有的声势浩打 因为附近这片区域 都被天影集团来自全球各地的 王者势力所充斥了 当然最重要的 还是接下来的王者争霸赛 这样一个全球最大的地下势力集团 就算是美洲的官方力量 那大多时候只能是小心戒备 没什么更好的办法 尤其是现在 根本不会有人过来打扰这场比赛的进行 或者说也没什么势力会有这个勇气 即便是有一些可以与之抗衡的官方势力 也没必要得罪他们不是吗 袁天龙父女赶到的时候就被人专门接了进去 很快他们到达了十名王者汇聚的宴会厅 在看到袁天龙的时候很多人都站起身来 没办法 袁天龙的实力的确强 哪怕十名王者里他也是排在前面的 而且这家伙之前经历了火脑花的神秘事件之后 很多人这是第一次再见到他 就算是天影集团的高层 看到袁天龙的时候眼神里边的东西也都各不相同 这个人实在不好对付 没人敢轻易忽视的 袁天龙倒是很轻松 这不少人都是自己的老朋友 虽说各怀鬼胎 不过表面功夫那得做足啊 结果就在袁天龙啊 打招呼磕头寒韵的时候 突然一个带着一丝怪味的笑声从门口响起 没有想到袁先生的身体还是很硬朗啊 声音响起 立刻所有人的目光朝门口望去 这一瞧啊 全场的气氛再度一变 阿尔法来了 如果说袁天龙是用实力赢得所有人的尊重 那阿尔法用的是手段 更何况这次的王者争霸赛可是在美洲举行 而美洲本来就是阿尔法的主场 甚至于这一次的王者争霸赛 从场地再到所有的一切 那都是阿尔法一手安排的 至于说阿尔法 进门之后他就看向了袁天龙 这两个人之间的矛盾也不是什么秘密了 尤其是之前在袁天龙失踪的时候 阿尔法可是专门派人去东南亚找麻烦了 现在他们重新见面 这种碰撞让大家都很期待 所以阿尔法朝着袁天龙走过去 众人都闪到一边 其他王者神情也相当复杂 你找死吗 事实证明 袁天龙果然是袁天龙 面对着阿尔法 他可没有任何场面话 说话的同时 全身气势猛然一变 那种灵力的杀鸡啊 让其他人微微的有些发寒 就算是阿尔法也没想到自己只是随口的嘲讽了一句 这家伙 他的反应居然如此激烈 尤其是看那架势就马上要动手了 这让阿尔法不太舒服 今天呢 这是他的主场 可是偏偏他没有袁天龙那份实力 这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要论说单打独斗 他还真打不过袁天龙 不过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存之道 打那不是阿尔法的强项 但是可不代表他会怕了袁天龙 尤其在今天这么个场合 他更不能认怂啊 于是阿尔法盯着袁天龙低声说 袁天龙 说话的时候最好想清楚 这是什么地方 全场的气氛变得很紧张 谁都想要知道这两人之间到底会发生什么 袁天龙这时候朝前走了一步 如果不是旁边袁天燕拦着 可能他就冲出去了 结果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响起 王者中霸赛 看来袁先生的手下已经没人了吧 所以你打算自己上 说话的人自然是东帆兴了 从进门一直到现在 东帆兴就站在阿尔法的身边 这家伙如今的变化 如果让李高楼见着了 一定非常惊讶 这种感觉就好像完全变了个人 尤其那冰冷的气息 加上嘴角的笑容和那双阴霾的双眼 任谁看着都觉得不舒服 尤其是在今天之前 东帆兴参与的那些战斗 让他在很多人的眼里变得神秘和强大 此刻他的声音响起 让阿尔法先是一漏 紧接着他张狂的笑了起来 看来真是这样 袁先生 等会儿真的要上场吗 嘲讽啊 赤裸裸的嘲讽 或者说他是在炫耀 炫耀自己拥有这个义子东帆兴 那对于这场王者争霸赛 势在必得 不过 却也因为阿尔法这句话 大伙重新看向了袁天龙 对啊 所有人都知道 袁天龙会在这次王者争霸赛上 跟阿尔法解决恩怨 那他打算让谁出禅了 东帆兴的实力啊 最近如日中天 很难想象谁可以在满足参赛条件的情况下 战胜他呀 袁天龙自己也因为这个问题微微一致 他现在最不想提起的就是这件事 结果偏偏被阿尔法给揭开了 面对全场的目光 袁天龙不甘 憋屈 这种情绪在他身上出现 实在非常罕见 可事实上他无可奈何呀 如果你真的打算自己上的话 我可以想办法替你报名 多少年的交情了 这点事情 算不了什么 阿尔法继续说着 实际上就是在袁天龙的山口上撒盐 握紧双拳 袁天龙深呼吸一口气 打算退出了 与其等比赛开始 派人上去丢脸呢 那倒不如现在直接退出比赛 来得干脆 在其他的地方找场子呗 不过他张了张嘴 刚要说话 袁延延突然扯了一下他的胳膊 袁天龙愣了一下 不知道自己女儿打算干嘛 回头刚好看到他激动的表情 同时袁延延挥了挥 自己手上拿着的手机 上边显示着一个来电 李高楼 给他打算干嘛 币天龙愣了挥